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话说 喜鹊在自家的屋檐上叫那便是好事将近 虽说这是一句古话 但是古话都有自己的依据 说的就是一个好事将近的征兆 其实在现代发展当中 如果一个人将会有好运发生 有好事降临在自己身上 也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征兆 而这些征兆说白了其实都是通过自身的改变而引起的 那么有什么征兆能代表自己即将高升或者是发财呢 一个人即将发财的征兆 一 多个异性同时追求 一个人的财运如何 其实和自身的桃花运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通常每一个人都会有桃花运最旺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也正是要发财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人同时被多个异性追求 是表示近期人旺财旺运倒旺 不是家里有人要发横财 就是自己有望生殖加薪 但是要注意不能陷入迷情之中 更不能纠缠不该纠缠的感情 喜鹊就会长流不散 二 房子周围花草树木向屋内涨 如果出现放在周围的花草还有树木向着屋内涨的话 这是屋内阳气上升 即将发财运的显著标志 出门见花草繁盛 三 房子周围经常有鸟叫声报喜 房子周围经常有鸟叫 这是房屋主人发财前兆 动物最灵感 提前会向主人翁报道 报喜 四 房屋贵客近期登门拜访 这个贵客有些是政府官员 更多的是金融财政要员 重要客户 这也是要发财的前兆 四 蝙蝠飞入家中 蝙蝠不是用眼睛来飞行的 而是通过发出超声波来飞行的 在民间很多地方被认为是一种吉祥动物 如果蝙蝠飞入家中 遇是浮运将来 因为浮通浮 也是财运好转的征兆 五 燕子在屋檐坐窝 燕子会根据不同的气候来选择不同的地方居住 很多时候燕子被称为一种吉祥鸟 它在屋檐坐窝 浴室家运转好 财运变好 六 家里种的竹开花 一般竹是每隔15年才会开一次花 这是比较难预见的事情 所以看到竹开花被认为是吉祥的征兆 如果家里种的竹开花了 将浴室运气要好转 即将要发财 即将发大财的风水征兆 你是不是要发财了 一 面向征兆 一 印堂明润有光泽的人即将要发财 红光满面说的就是人的气色明润有光泽 特别是印堂部位 因为印堂代表的是心想事成的主帅 我们都知道印堂发案之时 就是一个人倒霉的时候 那么当大财来临时 印堂必然会出现明润光泽 并且脸色 红润敞亮 二 讲话和气 笑容常在 财运高涨 人逢喜事 精神爽 当一个人家中并无生子娶妻等 大喜的时候 精神一样抖擞 让人感觉精力旺盛 并且和蔼可亲 讲话面的笑容 这就是圆毛脸 意味着财气横通 三 色斑志向淡化 非喜极才 人的色斑形成都是 气血淤质导致的结果 人的心情郁闷 万事不顺 财气不佳 才会出现色斑 志向有好有坏 但一般长在脸上的志 都以凶志而论 所以当志向色斑淡化的时候 必是血气充盈之时 福运好转之向 也是人生发财之时 四 毛发黑浓 毛发是一个人的精力表现 黑浓的头发 眉毛胡须 是精力旺盛的表现 如果平时毛发偏黄 偏酷光泽的话 说明其人 有心无力 运气差一点 好事不能成双 如若毛发变得光泽黑亮 那就暗示着要发大财 二 风水征兆 一 家中花草旺盛 财运蒸蒸日上 最直观的判断 家中风水的好坏 其中就有一条 那就是看家中养的花草 是否茂盛 家中如果总养不活花草 说明生气不足 无法聚集声望之气 则风水必定不好 运势必败 如果家中花草茂盛 家运必然蒸蒸日上 财运广进 二 燕子筑巢 喜鹊长兮 才喜临门 燕子属于风水鸟 有风水的房子 燕子才会筑巢 喜鹊是抱喜不抱忧的鸟 如果常常看到喜鹊 栖息在房子周边 并能听到喜鹊叫声 那就是说明 近期喜事到来 财气临头 三 贵客临门 财喜道 贵客就是只有身份地位的人 掌握一定财富资源的人 如政府官员 金融财政要员 上司领导 重要客户 这类人 登门拜访 运势必定腾飞 财气必定大涨 四 喜欢付出财富质 爱出者爱反 富王者富来 重瓜得瓜 重斗得斗 世界万物都是相互的 付出的越多 收获的就越多 喜欢付出的人 福报就越多 经常感恩的人 顺利就越多 付出者看死吃亏 实际得到的却比付出的更多 付出的同时 福报已经在路上 三 梦见的征兆 一 梦见和以国的亲人在一起 喝茶饮酒说笑 或者梦见自己的亲人朋友死亡 自己穿麻蛋笑等 与已故之人均是神明 与神明在一起 必能得到庇佑 轻松发财 二 梦见棺材 梦中的棺材就是棺和财的代表 是生棺发财的征兆 特别是棺材在自家庭院中 或者别人把棺材抬到自家庭院 均是生殖加薪发财的征兆 三 梦见血 梦境中的血就是财 特别是杀人见血 或者是梦见其他动物的血 都是得财的象征 如果血迹乌生血流成河 发财数额巨大 四 梦见领导 梦中领导均是贵人 无论是外国领导 还是已故的领导 都是步步高升贵人提携 发财万贯的征兆 得财得物更是轻而易举 五 梦见登上高楼大厦或是登山 只要是攀登上了高峰 都是社会地位上升的意思 也是财富和生活水准提升的意思 所以梦见登高必有横财 平恩二字寓意明显 表达了人们朴素美好的愿望 平恩扣外圈象征着辽阔天地混沌 内圈象征着我们内心的平宁安怨 想要自己一生的平平安安 一个人要发财的征兆 中三个就表明离成功不远了 据说第一个征兆就是 左耳的内耳感到很痒 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耳朵里面很痒 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忽略了 可能就是意味着横财要到来了 据说鼻子的大小也是有依据的 如果鼻子长得非常挺直 而且好看的时候 并且还相当饱满 就意味着一生富贵哦 这是在面相里面的富贵相 快点看自己是不是 另外的征兆就是左眼和眉眼之间比较痒的时候了 因为眉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一直说到面相还有财源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说到眉毛 可想而眉毛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部位 所以据说眉毛痒了的时候 可能就是发横财的时候了 大家在睡觉的时候要摆正好自己的姿势 千万别把自己的财源给睡没了 另外的一种说法 就是说在肚脐的周围相当痒的时候 因为腰自古以来就有腰缠万贯的说法 因此在这个位置上痒 预示着一个人的财运要带来了 所以大家为了自己的财运 有时候要好好锻炼一下腰部的柔韧性 让它成为一个能够聚财的好腰 据说一个人一生都有那么几次发财的机会 只要财运机会来了 你能准确把握着 发财就是必然的 一般是七八年一个周期 财运旺不旺是交替循环的 其实这一生谁能不遭遇困难呢 有时候就算你付出了全部努力 做了周密的准备 难免还是要遭受意外的打击 人人一生顺利与否 自然与运气脱不了干系 但也不能全然仰仗这一条 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 才是财运的根本来源 经常做正确的事情 少做错误的事情 才能让你的财运广进 否则就会厄连连 做一个善良的人懂得忍让 谦和低调 这样就不容易遭到打击 也就不会有坏的运气找上门来了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见